大家好我是Jack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文章是我所在小沃好友裡面的一篇文章 因為他有介紹到一些 我只能透露這一些 他有介紹一些 這是這個月6月6號就是預告片 首部預告片還沒有釋出的時候 他有洩漏出來的一些東西 那是Tom Henderson的洩漏出來的東西 其實這一篇我已經翻譯好了 只是我沒有全部的 我現在只是放一些出來而已 那這篇文章呢 他有講了很多東西 講很多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他已經講到說這個月6月15號 也就是應該是今天6月14 也就是算是明天 就是今天的凌晨1點會有一個 四人測試會 你看他已經在6月6號已經 新鮮長出來了 那7月的時候 1月PLAY會有一個 還有一個更新的消息 那下面這個呢 附瓜系統呢 這些我就先不跟大家講一下 但是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目前我 我有一個 我手上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2042的 從步兵武器的清單 的資料文章 就是你在 浴瓜片看到的東西 那我已經 一開始我是先有 我是先在那個 看到有一個 有人洩漏出來的 一篇 他把所有的 遊戲清單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我把他抓進來 然後沒多久呢 那個文章就不見了 整篇就不見了 但是不是 不是他們黑的神 因為他們黑的神 我記得他們沒有放 那我今天在 好像推特在哪裡 我好像有看到 就是 差不多是這些東西 就是那些槍子 那有人把遊戲的 就是把它比對成 遊戲的那些槍 然後我看了一下 就是說 你看到的 戰地3跟戰地4 有一些有名的槍 其實都已經 在2042裡面 已經有回來 有一些槍 比如說PEW 然後還有 然後是 聖誕槍也出現了 然後還有這把 衝鋒槍 這個是遊戲中 會出現的槍 衝鋒槍 那我先 我先賣個關子 先不要給大家看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6月6號 Tom Henderson 他在這邊他有提到 他已經講2042了 2042 他這邊他有提到 那這跟 今天的主題有關係 也就是說說 關於預告片呢 我知道 小J跟MAD他們已經看過了 那 其實我已經 有在他們的頻道上面 已經有洩漏出來 可是他們沒有真面目的回應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說 按照這個 洩漏出來的機密來 文件來看 還有兩個預告片 還有兩個預告片 並不是 並不是有要傳的 還有兩個預告片 不是謠傳 這個並非謠言 因為已經有兩個預告片 那這個兩個預告片 其實已經製作完成了 那這兩個預告片 就是 那時候洩漏出來 還是戰地風雨室的20年後 2024年 那就是說 64跟64年的 那 這個預告片呢 本 這個文章呢 他意思就是說 說 簡單的說 我們 我們 看的下一部預告片 是專門針對 Revolution的 預告片 也就是說 你等一下看到的是 Revolution 專門針對 就是說 場景爆破的 預告片 那 就是這一篇文章的 重點 就是 其實 文章已經 那個 預告片已經做出來 就是說 戰地風雨室的 最少會有三張的 預告片 加上之前的那一張 首部的預告片 最少會有三張的 預告片 就是目前所削漏出來的訊息 那這篇文章 是6月6號 我放出來 只是我現在把它鎖住了 所以說 你下面的文章 我先 我就先沒有讓大家看 我就先沒有讓大家 大家看 那我大概可以跟你講說 這篇文章 我可能會另外再開篇文章 就是說 他會把一些 東西呢 全部的 就是說 包括一些槍械的東西 全部都放進去 那我會去看一下說 那些槍械 因為 現代槍跟 遊戲中的槍 多少會有點 出路 所以說 我會稍微再 真正在 比對之後 然後我會再把 文章再把它 洩漏出來 那我可以跟你講說 欸 這個 你們應該是在 臉書裡面看不到 因為那時候是 後來那篇文章被 cancel掉了 我不知道是因為 不知道是因為 沒有進正式還是怎樣 因為我發現到很多 很多推特跟 瑞吉德之前 洩密出來的文章 他會有個情況 就是突然不見 就突然不見 那我那時候 很傻眼是說 因為 因為他那篇文章 不是他們 黑人的洩露 是其他有人好像 我不知道是誰 洩露出來的文章 然後 也沒有人去注意 因為可能是 大家會比較會 針對他們 Handerson 不會去針對另外的人 那這附掛系統 呢 我只能跟你講說 你在 戴利是看到的 跟call of duty 看到那些附件 組件呢 你在2014日裡面 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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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已經 洩露出來的 一些東西 那現在我可以講 是因為說 現在預告片已經出來了 有些東西 我已經可以講 所以說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 我一點後 應該會 應該會 直接到線上看 是不是真的就是 他們黑的人講的 就是說 專門針對Revolution的 預告片 去做 那我現在對戴利2014日 其實我已經有點有興趣 但是你要叫我預購 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我要等公測完之後 然後 然後 我再去看一下說 這是不是我 是不是是否真的 因為 你掛歌問題不解決 我還是沒有辦法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拜拜